有服用忧郁或是焦绿症药物的患者要特别留意了 食药署今天揭露这个重郁症广泛性焦绿症用药 吸了胶囊30毫克 因为内含有亚锹胺不损物 恐怕有致癌风险 也因此食药署要求启动回收机制 厂商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回收作业 并且应该缴交回收成果报告书 还有后续预防矫症措施 而食药署也提醒大家 如果对药品有任何的疑虑 要尽速回诊跟医师进行讨论 这是最新消息